红星啊 救我啊 什么情况 你不是去正海吗 快来啊 红星啊 救命啊 段正芳 她只有一个女儿啊 经营这个游乐场 也是为了完成她女儿的心愿 包括之后的经营权 也是交给她女儿 那我们对她女儿 有什么样的了解 她女儿叫段潇潇 好像是刚过完那二十五岁的生日吧 她毕业之后 一直在段正芳的公司轮岗 同时还经营了一家游戏俱乐部 名字叫做NK 游戏俱乐部 什么类型 主要是经营那个 密室逃脱游戏 这是一个这几年特别火的游戏 真人参与的智力游戏 密室逃脱 你玩过吗 没有 段正芳啊 中年丧偶 一直就没有再婚 所以呢 她非常地腻爱段潇潇 之前那几家国际知名内需公司的方案 全是让段潇潇给拒绝了的 那就先让老丁去探探路好了 你好 你好 欢迎来到浙海集团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我是P.A.G的销售代表 我跟你们段总约好了 谈那个游乐场项目的 那稍等 您好 有个P.A.G公司的销售代表 来找段总 好的 对不起 段总要一会儿才能回来呢 您请稍等片刻 好 谢谢 没事 小段总 那个人说他是P.A.G的 都等段总好一会儿了 特别奇怪 坐那打上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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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者段总 啊 是啊 我就是 我呢也是段总 费什么话呀 好 红星 救我啊 什么情况 你不是去正海吗 快开啊 红星 救命啊 行不行啊你 你有点同情心 行不行 你完了 真没用 天天地震 让人家呀就是 这女的是个精神病啊 正海集团就是不按牌里出牌 二位先生 这是我们段总的女儿 游乐场的项目就是我们段小姐负责的 段潇潇 我爸有事 游乐场的事跟我聊吧 PHG的销售总监定长家 来 你好 PHG的创意总监张宏庆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为什么 可是 行 我知道 小段总 真的不好意思 我临时有事 要不你们先聊 我们赶紧再约 好不好 真的不好意思 我 来 那咱们聊吧 你说了算吗 你等我会儿 比我还不靠谱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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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